大家好,我是小齐 由于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说君子兰了 好多话有些就说 您的那颗养残的长出臭芽了 君子兰现在怎么样了吗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我的视频 别忘了在里边说是你说的 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 你看它整个蜘蛛的叶片都长得非常大了吧 当时小小的臭芽长出来 叶片已经长得很大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彻底的养大 养大了以后才能够开花对不对 现在苗子比较小 就几片叶子花 想让它一起开花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现在只有这样 去正常的养着 而且它的根系在盆里 上次换过盆了 一直没有给它换 也不需要去给它换 看着长得比较不错 就不用给它换盆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冬季 它在我棚里是能够生长的 我需要把它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因为冬季的光照不是很强 它完全可以接受 不会晒上叶片 给它见充足的光照 再一个就是给它施肥了 肥料 我直接用缓施肥料 给它撒到盆子的表面 这样三个月给它撒一次 保证养分的充足供应 你可以说稍微扒了一下土 然后把缓施肥埋到里边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去给它补充 其实什么肥料呢 均衡的养分补充 用多元素的肥料 多元素的肥料 一个月保证着它生长季节 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冬季的话 一个月最少给它一次 这样它能够得到充足的养分 盆土不会出现板结的情况 养分充足光照充足 浇水保证着盆土干到一半 直接给它浇透水 最笨的办法 找个长的竹签子 插到盆土的底部 什么时候想浇水呢 拔出来看一下 底部没有湿度 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这样任何东西都不缺的话 我们再去把它放到一个 通风稍微好点的地方 它长得能不快吗 长上两年的时间 第三年第四年 绝对就能够开花 因为它有一个老本 老本底下有根 它是从底下的根盘上 长出来的草芽 老本彻底的烂了 只剩下这个 然后呢 长势肯定会快 到时候如果想看 群蓝开花的效果 想看它逐渐变大的视频 小七都会持续的做给大家 但是有一点 别忘了关注一下小七